广汽传奇M8作为咱们自主品牌 最早布局高端商务MQV的车型 自大时期的推出以来 确实通过高端化 带动了一定的销量涨幅 但如今全新一代M8到来 会不会在高端化的基础上 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呢 先抛个结论 它真的没让我们吃完 这台全新的M8命名为宗师系列 听名字 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 它要比之前的大师系列 要高出一个级别 而且看外观也确实能给到你这种感受 比老款呢 要高端了不少 之前的老款格山啊 它是上宽下窄 那新款车型呢 它是把整个格山180度 调了一个方向 看着更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些啊 而且大灯呢 也是换成了一个L型的大灯 尺寸很大 而且里边的光源看着也是五彩斑斓的 点亮之后呢 也是非常有这个视觉冲击力一些啊 官方呢 把它的这个前点啊 叫做醒尸 那顾名思义啊 就是有咱们民间的这种 传统的设计元素在其中 但是说实话 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思维太跳跃了 我怎么看这个前点 怎么感觉太像咱们平常看漫威里边 灭霸的那个样子 太像 在外观方面啊 它的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它的车尾了 尾灯呢 也是换成一个L型的尾灯 还是一个贯穿式的 除此之外 整个造型呢 也是比较方正 看着比较简约 也算是比较符合咱们现在主流的审美了 好了 那外观我们就说这么多 因为毕竟它是一台商务高端MPV车型 所以后排的乘坐感受一定是它的一个重要卖点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后排感受一下 在进入后排之前啊 你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细节来感受到这台全新M8 对于后排乘客的贴心之处 就比如说这个尺寸很长的扶手 它是采用了一个分段似的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无论是对于成年人 还是对于小孩 上车很方便 而且呢 它还是一个软质的包裹 这样即便是冬天你摸上去也不会动手 还是非常细心的啊 那坐进第二排啊 一个最直光的感受就是这张座椅的长度很长 对大腿的支撑性不错 而且呢 软弱程度也适中 所以坐进来啊 还是比较贴合身体的 但是即便如此 它还是怕你长时间坐着会累 那这个时候 它给你配了一个一键SPA的按键 按一下这张座椅就成了一个移动的按摩座椅 可以通过局部的按摩 来对你的肩部和颈部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松 除此之外呢 这张座椅所有的调节按钮 都可以通过这块屏幕去实现 还是非常方便的 此外呢 为了增加这台车的娱乐属性啊 它在前面还给你放了一块显示屏 你可以把你平时喜欢看的电影和视频啊 都在这个上面去播放 再加上一个可以加热和制冷的杯架 以及多样式的充电接口 所以整个车的后排啊 对于乘客的照顾还是比较周到的 但是我还是要记得你稍微挑点小骨头 就是它的这个遮阳帘 还是手动调节的 其实这个配置啊 如果在其他的车型上 我并没有觉得很突兀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台车的整体配置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有一点手动呢 我都觉得有点 心里边稍微有点接受不了 至于空间呢 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像这种轴距超过三米的MPV车型 空间表现 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我上高175 在第二排 我坐着比较宽敞的情况下 那第三排 不论是头部空间 还是腿空间 都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在空间上呢 大家是无需担心的 当然了 这台车不仅仅是对后排的乘客 照顾的很周到 对于前排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司机位 照顾的也很周到 首先就是这个座椅 和后排一样 也是很宽大和舒服 而且前方这两块超大的屏幕呢 也算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科技感 而且它也是搭载了一个815芯片 所以整个的流长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个换挡杆 它里边嵌入了一个水晶样式的陀螺仪 是真的可以旋转的 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你想象一下 咱们平常在开长途的时候 可能这个姿势有点累了 需要偶尔换到姿势休息一下 那这个时候右手就可以没事的 爬闷的 也算是给这个 平常比较枯燥的 驾驶过程中 多一点乐趣 既然这台全新一代的M8 定位于一台高端的MPV车型 所以你坐着不光舒服 开起来呢 也需要一商一家 我们这台车呢 是一台混动版本 搭载的是丰田的 第四代THS混动系统 所以开上呢 也是比较的丰田 没什么可挑了 我们都知道啊 像这种混动车型 从低速到高速行驶 往往都会有一个 从纯电到发动机介入 这么一个动力的转变 那这台车 它的发动机介入 真的是让你很难察觉 真的是做到了无缝连接 同时呢 又能保证一个很好的 一个加速的平顺性 虽然它的这个加速感受啊 并不是属于那种很暴力的那种 但是对于它的目标消费群体 只要能做到绝对的平顺和舒适 真的就足够了 同样的啊 这个刹车胶杆也是非常的线性 你踩多少就有多少 而且随着你力度的持续增加 整个的车速也可以很平缓 很扎实的把车速降下来 尤其是对于一台像这种 大尺寸的MPV车型来说啊 那这种刹车胶感 真的是可以给到驾驶者 很强的自信 同时呢 又能保证后排一个 相对不错的乘坐舒适性 坦白的说啊 即便是在我没有驾驶 这台全新一代M8之前 那我对于它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加速感受 也没有任何的担心 毕竟啊 这个丰田的混动系统 在业界这么多年了 口碑一直是不错 那放在这台M8上面呢 也算是做到了强强联合 就像开篇所说啊 广汽传奇M8 作为自主最早布局 商务高端MPV的车型 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 积累和沉淀 它的全新车型 综合产品力 真的可以媲美 比它高一个级别 甚至更高的同级合资车型了 坦白的说呢 之前我对于这台全新M8 它的一些铺天盖界宣传 多少有点半心半疑 但是当我真正体验到实车之后 说实话 真的被惊验到了